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心灵丸岛 把爱装进我的背包里 带着去旅行 沿途风景多美丽 微风吹过我的心 享受毛里头衔的建议 陶醉也所同在的奇幻旅行 跟着我的好心情 无法变得多轻易 以为爱生命变得有意义 处处都充满着清醒和心情 让我带着你一起 海帆天爱 让我疯狂的原因 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打开你的心 把爱藏进去带着去旅行 哈喽 听众朋友 欢迎你收听心灵丸岛 我是音儒 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 叫做《带着爱旅行》 创作人是两位年轻的女生 李欣和丽君 她们两个组成了一个二重唱 出了一张专辑 就叫做《带着爱旅行》 那李欣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对她而言 旅行 什么是最重要一定要带着出门的呢 就是这首歌所唱的啦 要带着爱旅行 当你带着爱旅行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会特别的喜乐 也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我想到呢 有一个高中 板桥高中 他们有一项传统 每一年毕业旅行 他们的学生一边旅行呢 一边做工艺 像他们今年呢 就募集到了250项物资 一路南下高雄 沿途呢 分送给这些 需要被帮助的学校 在分送物资的过程中 也发现 育幼院 老人院 他们需要沐浴用品 卫生用品 或者是成人纸尿布 那学生呢 很主动哦 他们就自己在网络上面 来做宣传 募集到所需要的物资 让更多的人 也可以做爱心 做工艺 在吃喝玩乐的同时呢 我们还是有机会 可以做工艺 还是可以分享爱心的 政府每年都有推行 不同的工艺活动 我们可以透过网络 来了解 只要有一个愿意分享爱的心 我们就会留意到 也会抓住 生活里面 我们遇到的各种 可以分享爱心的机会 在你的学校里面 有没有在推行 什么样的工艺活动啊 你有没有参加过呢 或是在你的公司行号里面 你跟你的同事之间 有没有一起做过 什么工艺活动 你和你的家人 你和你的伴侣 有没有一起 从事工艺活动呢 其实我觉得 在从事工艺活动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那种凝聚力 被爱凝聚起来的时候 这个关系是更加不一样的 而且我甚至 还有听过一个人 跟我分享 如果呢 你想要找配偶 你想要知道 他值不值得你交往 那就是找他去做工艺 关怀 去帮助别人 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更多 看见他的品格 看见他的为人怎么样 看见他是不是一个 值得你跟他交往的人哦 那我之前听人家讲说 我跟我的另外一伴 我们两个最喜欢的约会活动呢 就是一起去做工艺 一起去分享爱 很盼望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 喜欢分享爱的人 你微风吹过我的心 享受毛里头衔的借银 陶醉也所同在的奇幻旅行 跟着我的好心情 步伐变得多轻易 因为爱 生命变得有意义 处处都充满着清醒和心情 让我带着你 让我带着你一起 海盘天爱 让我疯狂的原因 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打开你的心 把爱装进去 带着去旅行 把爱装进我的背包里 亲爱的天父上帝 孩子要奉你的名 为在聆听这集节目的 每一位听众朋友 愿你的爱充满我们 使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 敏锐地看见 察觉别人的需要 也让我们愿意抓住 分享爱心的机会 能够把我们所拥有的 与人分享 求你透过我们这些爱的行动 使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班级 我们的公司 单位 或是我们的环境 可以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美好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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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带着你一起 海泛天爱 海泛天爱 让我疯狂的愿意 世界上最伤感的心 打开你的心 把爱装进去带着去旅行 因为爱 因为爱 生命变得有意义 处处都充满着惊喜 和喜剧 让我带着你一起 海泛天爱 让我疯狂的愿意 世界上最闪亮的心 打开你的心 把爱装进去带着去旅行 今天在心灵丸岛节目当中 英如和你聊到 带着爱旅行 这首歌曲 以及呢 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新闻 吃喝玩乐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分享爱心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们愿意 分享爱心的话 其实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机会 像是育幼院啦 老人院啦 或是去参加公益的路跑啦 甚至像现在 很多的早餐店 他们也起来 响应这个 做公益的活动 有爱心的早餐 可以提供给别人 或是如果你愿意呢 来购买这个爱心的早餐 也就是为别人来认领 你所付出去的金钱呢 就是帮助 有需要的人 有享受 吃早餐的机会 或是透过世界展望会啦 来认养孩子啊 等等的 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可以来 向这个世界 向别人 伸出援手 来分享我们的爱 而圣经呢 上帝祝福我们 有给人的 必有给你们的 我们愿意多多的 给别人和人分享 那么上帝也乐于 和我们分享 他的丰盛 今天的节目就要聊到这里咯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